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观 生育观 有什么样的三观 注定你过什么样的生活 消费观 别买不合适的东西 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热门话题 我月薪两千 让男朋友给我买个两万的包 有错吗 一个姑娘在网络上 公开吐槽自己的老公 说他特别想买一个包包 老公答说 你自己去分期买吧 看了看自己的工资 月薪两千 包要两万 分期都付不起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种草了爱马仕的入门款 跟老公说想买 老公却跟他说 你背那么贵的包 别人看着也是假的 他表示很难过 觉得老公很无情 看完他的吐槽 我觉得他很可悲 身边也有不少这样的月光族女孩 每天都消费欲爆棚 今天网红推荐了一个昂贵的吹风机 买 明天看上了博主推荐的奢侈品包包 买 后天出了一个爆款的料理机 买 至于好不好用 性价比高不高 适不适合自己 完全不在乎 每个月工资三四千 信用卡和花呗 负债一两万 表面光鲜亮丽 背地里一片狼藉 购物欲堆积如山 银行账户却空空如也 如果你劝他一句 他还会反过来反驳你 人生得意虚尽欢 今天花钱明天还啊 说实话 我不反对女孩子花钱抚养自己 但是我觉得 你的消费观 一定要匹配你挣钱的能力 买东西之前 问自己三个问题 这东西你喜欢吗 需要吗 适合你吗 如果有一个答案是no 那么我建议你别买了 当你月薪两千的时候 即便背着两万的包 别人也会以为是假的 当你月薪两万的时候 即便穿着几十块钱的基本款 别人也会觉得很舒服 很多女孩喜欢香奈儿 却不知道她的创始人 可可香奈儿曾说 你可以穿不起香奈儿 但永远别忘了那件 叫自我的衣服 一个女人最好的衣服 是身材 一个女人最好的标志 是气质 一个女人最好的名片 是能力 永远记住 脾气不要超过能力 能力不要超过野心 花钱的欲望 不要超过挣钱的本事 婚姻观 别嫁不该嫁的人 作为家里的大龄圣女 去年过年的时候 表姐就一直被催婚 亲戚们一张嘴就是 和谁结婚都一样 你看我和你书 不也是凑合着 过了一辈子 你年纪越来越大 现在你挑别人 以后啊 就是别人挑你了 这一番话 听得我很不舒服 在我看来 和谁结婚 真的不一样 去年同学聚会 西西走进酒店 大家都面面相去 面前这个脸色蜡黄 身材走样 眼神暗淡无光的西西 和当年的笑花 简直判若两人 女人变丑 不仅是因为时光 这把杀猪刀 更是因为垃圾婚姻 这把顿气 当初 西西准备考研 但是她的父母觉得 书读得好 不如人嫁得好 于是早早地帮她找了一个条件 还不错的老公 结婚头几年 老公对她还是疼爱有加 各种变着发的淘淘欢心 日子过得很滋润 去年 西西怀孕期间 丈夫却出轨了 为了维持这段婚姻 西西忍着没离婚 可是日子却一天比一天难熬 家务活她要一个人做 孩子她要一个人带 丈夫还嫌弃 她产后身材走样 经常不回家 好好的一个女人 活得像个寡妇 好的婚姻让人绚烂 坏的婚姻让人腐烂 婚姻是一场豪赌 遇见一个不合适的人 注定要苦一辈子 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情 千万不能凑合 凑合一时爽 婚后生活就是火葬场 女人 永远不要因为父母的压力 年龄的逼迫物质的需求 而结婚 你可以晚点再结婚 但你一定要找那个正确的人 你甚至可以不结婚 但一定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幸福 好的婚姻有千百种 无非因为有爱的加持 希望你结婚 不是因为年纪 也不是因为合适 而是因为爱情 婚姻有两种模样 一种叫凑合 一种叫鱼生 未来总有一个人 在等你拱山高水长 在聚散离合的人间 陪你走到生命的终点 如果他还没来 那请你再等等 别着急 生育观 别不负责任地生孩子 前段时间 一个读者在后台给我留言 说自己和丈夫的婚姻 出现了问题 婆婆劝他赶紧生个孩子 缓解一下 说只要有了孩子 丈夫的心就会定下来 看完后 我劝他赶紧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孩子 不是婚姻的救命稻草 反而是婚姻中的重大考验 想起之前母亲讲的一个故事 老家有个远方亲戚 叫笑笑 在外打工的时候 和厂里认识不久的男孩子 大雷结婚了 俩人都太年轻 不懂互相照顾 刚结婚没多久 就因为性格不合 闹得很不愉快 夫妻俩于是就商量要个孩子 想可以缓解他们的矛盾 刚开始 大雷似乎变得成熟一些 对怀孕的笑笑 多了几分耐心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也更上进了 但是孩子生下来没多久 该发生的一切 还是发生了 大雷经常会因为笑笑晚饭 做得不好吃 而对他破口大骂 他说 我辛辛苦苦在外挣钱养你养孩子 你连个饭都做不好啊 笑笑也不是省油的灯 抄起扫把就抡到大雷身上 两人经常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 孩子在一旁哭得撕心裂肺 没过多久 两人就分道扬镳了 离婚的时候 两人都觉得孩子是累赘 商量下 把孩子留给大雷的父母照顾 笑笑只关给孩子生活费 从不和孩子见面 孩子从小没爹没娘 开始沾染了很多不好的习惯 早早就辍学混社会了 这是造孽啊 母亲讲完就开始叹气 不随便生孩子 是对生命的基本尊重 也是一个女人的基本修养 这些年 见过很多女人 她们有的想通过生孩子 挽回丈夫的心 有的想通过生孩子 纪念自己的爱情 有的想通过生孩子 稳固自己在婆家的地位 最后 无一例外 都过得很惨 因为生孩子不能有私心 当父母 不能想当然 女人 要想先成为合格的大人 先有资格成为合格的母亲 在你没准备好之前 千万 别随便生孩子 幸福的孩子 一生 被童年治愈 不幸的孩子 用一生 治愈童年 等到你有能力 给孩子提供一个 温馨 美满的童年 再带他来这个人间 也不迟啊 切记 因为自己的不成熟 毁了孩子的一生 做女人呢 三观 比五观更重要 最后 愿天下所有的女人 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 嫁得了自己 最喜欢的男人 最后 拥有 最美满 温馨的家庭 往后一生 愿你活成 你最美丽的样子 共勉 优优独播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